东北气风起震指台东成功镇旗渔风修记 随着时代变迁 成功镇特有的标旗渔文化逐渐没落了 为了延续传承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 成功镇爱乡协会和台东生活美学馆合作 举办为期两个月的追风战浪标旗渔文化特展 重现古老的陶海语法 成功镇陶海人的真实写照 一化作大图展板 陈列在民众眼前 每当中秋过后 长进的东北季风接力报道 成功镇陶海人忙碌的旗渔记也即将展开 源自日志时代的标旗渔记法 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没落 为了延续传承珍贵的无形文化 成功镇爱乡协会与台东生活美学馆合作 举办追风战浪标旗渔文化特展 旗渔文化它的历史的严格 还有接着下来就是这些遗迹的使用 我们这些遗迹都是从在民国21年的时候 日志时代我们新港开港以后 日本千业线的移民就他们的那个移业移民 过来以后把这一道这种的标器这个文化就带进了我们成功 展场特别设置体验区 包括变装拍照标渔台等 让民众亲自体验追风战浪标旗渔的惊心动魄 一个小小的那个标器台就我们贴着地面 有一个小幅度体验一下 像移民他们站在一个斜度上的那个标架台上面那个感觉 你要射也不容易射到啦 也没有办法射到啦 另外也特别展出成功故事馆正馆之宝 一支是300公斤120公分的剑骑鱼鼻骨 而另外一支则是400公斤80公分的白若骑鱼 要让大小朋友们了解文化也认识鱼类生态 记得下家会台东市报道